气味出家 酷心学道 做事事性顺事坚固 这个四句 模糊两句 意思很深 我们决定不能大义 做这种事性很深终生 因为来视线 八项成佛的这些人 等级都不一样 有视线 心满的 摄性 修满了 视线八项成佛 有粗诸 有舍诸菩萨 有地上菩萨 有等觉菩萨 还有成佛之后到家次行 我们知道 参加法会这些大众 多半都是事性 顺势坚固 所以这两句话意思很深 我们看 念老的诸解 气味出家 酷心学道 词表出家 八项的第四项 未夷是一项 康生凯的这个译本 说得比较详细 但是现出 这个现实实现 实现出生在 王宫 王子的身份 所以从小到大 生活在 富裕的环境当中 偶尔 到外面去游玩 看到神老病死 这世间 还有这些事情 在宫廷里面 见不到 也听不到 宫廷里面 用四位 两个字来形容 见老病死 勿施非常 这个在 《摄加坡》里面 我们看到的 太子 想出去看看 随从的人员很多 一天 玩一个地方 在晨的寺门 就看到 神老病死 知道人 自己 也不能够避免 世间 无常 欺威 欺 过才 为 欺 过 欺 财 欺 为 这三个字是 三张四九 过王 不要了 放弃了 财富 不要了 地位 不要了 这三个字 都是世间人 详尽方法 就是争取的 王子 他出生 命中注定 他就完全都拥有了 现在他不要了 他到哪里去呢 入山 入山 学道 因为 修道的高人 多半住在山上 他要去清静 去向他们请教 跟他们学习 那就都入山 浮沉 白马 这是他刚刚离开 皇宫的时候 他骑的白马 保观 阴路 到这高人 所住的地方 他把这个 衣服也脱掉了 保观阴路 都写下来了 交给随从的 带回去 这个东西以后 用不住了 欠着恋款 识 真妙矣 自己衣服也舍了 也都让带回去了 二住 法福 法福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袈裟 跟我们这个样子 不一样 那些修道人 穿的衣服 都是一般 富贵人 穿旧了 不要了 当着洛杀丢掉了 他们就把他捡回来 把他洗干净 还有可以用的 捡下来 拼凑起来 缝成一件衣服 所以的一件衣服 质量不相同 颜色不相同 所以穿起来也不好看 那么怎么办呢 不太软 软 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 红黄蓝白黑 这叫五种正色 混合在一起 染成的 叫咖啡色 这叫法福 叫什么 分扫衣 外面捡来的 修道人都穿这种衣服 当时印度是宗教之国 这很普遍 修行人 生活非常简单 非常朴实 这个太子也要 过这样的生活 剔除续法 头发胡适 都剔掉 断坐树下 勤苦六年 行如所印 经论里面所记载 释迦牟尼佛 学习是六年 六年 六年行 学了之后 真干了 就十二年了 我们对这种事情的看法 不要看得很死板 先学六年 再去修定六年 不一定 他一面学 一面可以修 不是先学后修 后修 十二年期间 他访问了十多多的高人 学了之后 他就做 做 才知道 这个法门 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是有利的 还是有害的 但通过实验 行事实验 通过实验 这才能算是真正的学会 方东梅先生 对于佛法 非常佩服 佛法不明显 你听了释迦牟尼佛教的 你自己的真感 然后才能体会到 经典里面所教的 是不是有真实利益 他通过实验 这个实验的典范 就是华严经上 善才童子 无事善才 他真干了 怎么个实验法呢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介乎 换一句话 你所学的东西 是全用上了 没有说 学了 用不上这东西 那不是真学文 学了 一定能帮助我们生活 帮助我们 提升智慧 提升经济 这叫实学 实实在在的学文 我们就要学着 很多新疾病 我们就像 伤工